这些风很大的平静卸妆产品 好用吗? 今天我再来给你们发一发 第一个十万八千个鼓鼠就在推的 浅熟的土豆泥卸妆膏 99块 它的质地真的很像土豆泥 和丝绒质地 少年很舒服 也拉眼睛 但是日记的防水睫毛膏 像Kiss Me这种就卸不掉 不过我一般会用 Trumpe的脸唇线 用第一块的时候 精灵天人 赶紧回购 现在第二块快用完了 最近的见诫感也没有了 可能 有人就是这个的 使劲念旧吧 不过 推荐他的哈 第二个 Mickey Brown 用酸桃的植物精华鲜膏高 29块 它味道真的很好闻 甜香甜香的 像桃子乌龙的味道 卸妆力的话还行 乳化挺快 不烂眼睛 但是忽眼 写完之后呢 有轻微的勇摩感 另外哈 名字叫植物精华 这些全面都排在防腐机后面 其实 我利益不到 音乐也有人用完他哈 闷闭口 或者是冰豆 因人而利吧 不过我用完呢 我用回购 就光是味道好闻 还是靠相机 最后一个 相当有争议的热门卸妆油 高丝的卸妆油 40块钱 有人说无限回购 一生之安 有人说 宝宝大垃圾 发了下成分 它主要呢 就是靠矿油和合成型油纸 做一基底油 乳化这样 价格比较多 有制动的风险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还好闷到 它虽然卸妆力好哈 但是卸完之后 有口感 真的强 不得不再用新闻 再试一次 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一点 但是 买的买的 当然就 行为运玩 姐妹们 网红产品有风险 我首先 虚谨慎